那索菲亞也常常去很熱的國家 你去過哪些國家很熱的 我最最熱的 其實我 我我們像戰裁判 都知道要要小心 那我有一次疏忽 被曬傷騎水泡 反而是在委內瑞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是高原 還怎麼樣 就是也沒有 太陽也沒有很大 然後風吹起來很舒服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結果晚上的時候 洗澡就在戲 就騎水泡 所以那個有時候跟那個數字的熱 跟我們真的體感熱 我覺得還是有落差 那平常 委內瑞拉的首都叫什麼 卡拉卡斯 卡拉卡斯 卡拉卡斯好像高度有到兩千公尺 不知道 但是那個就是一輩子去一次的地方 就好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我又遇到槍擊案 對啊 然後食物又覺得很驚人 然後自然又不好 我出門的時候都要八個保鏢跟著 就怪恐怖的 對啊 先講一下食物為什麼很驚人 就是他們是吃的那種玉米餅 我們那吃不慣喜 即便在飯店吃起來 東西就怪怪的 那為什麼需要八個保鏢保護你 就是我就遇到 我在球場執法 然後就遇到槍擊案 就是外面的榴彈就打射到 那個香港隊的球員 然後他們就問我 我就說我在旁邊而已 我什麼也不知道 然後後來他們就是怕我們外國人 被綁下還什麼的 然後就是一直都有軍警會保護著 那是人生最最最最highlight的時刻 就是出門都有八個長槍 長槍的保鏢 長槍喔 對 長槍的保鏢跟著 委內瑞拉 對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二零一零了 十幾年前 不過現在狀況應該 應該更糟 可能會更糟 是是是 那你還去過哪些 以熱來說的話 就當然就中東 就像阿聯酋那些地方 這個是晚上的溫度 這是我之前去上課的時候 阿布達比 晚上十點 晚上不知道幾點 我好像忘記了 對 十點 對 十點也三十五度 那時候去外面 然後這是平常 那時候好像才五月的時候 五月的時候 這是白天的時候 大概都就走 它是四十七度 最高溫四十七度 差不多 對 低溫二十八度 所以那邊打棒球很有趣 我那邊去外面的時候問他說 你們有沒有缺裁判 他們就說他們通常都是十一月到二月打 然後通常都打早上五點的 早上五點 對 然後打到八點 大概就熟了這樣子 對 太熱了 所以他們那邊的話 像交通工具 即便你坐公車 就是坐公車 他們都有這個 都是冷氣房 後車庭 你不會在外面 就是不會讓你有在 就是外面那個地方 這是有問題的 你會放冷氣 所以你等公車的時候 你就在裡面等 我為什麼要等公車 我每天都待在裡面 我不要公車來 我不要坐 也是可以 我在那邊看書 而且那邊很有趣 他們那邊mall 你會發現他們每個mall 都有滑雪場 就是好像越沒什麼 就越去越喜歡玩什麼 他們每個mall都有滑雪場 那麼熱的地方弄滑雪場 很貴耶 不知道 他們都好喜歡滑雪 就是帶小孩 然後就在mall裡面滑雪 你說這哪裡 這是杜拜 杜拜 好 OK 等公車的地方 所以這是他們的學校 學校裡面也是有操場 可是操場的話 平常就會打傘 就是會有這個撐傘的 那個地方 等沒有那麼熱的時候 這個上面這個傘 帳篷都可以收掉的 不然太熱了 太熱了 裡面當然平常 大概都是在室內 不管是教室 交通工具 然後是平常開車的時候 就四十三刀 對對對 大概就是這樣 一五九是什麼 下午啦 下午時間 時間表 下午出去了 不是說以時速開 一五九了